我是有售后服务的啦 所以你就直接在脸书上给我讯息就好 我都会回复你 另外我先把资源跟老师们讲一下 就其实我的 刚刚那个我的脸书上面 不是我的部落格上面 刚好第二篇 我最近有把之前上的新制图的 影片稍微整理了一下 下方有影片连结 所以你看这边 或者看右边 我的部落格上面的右手边的 的那个停课不停学专区这边 这边我有把我的新制图 的这八个清单 这里面都是清单 每一个清单里面都是一系列的课 那这个学霸首部曲跟阅读 与学习的实战新制图应用 这个是用在 刚刚讲的就是纯学习跟 记忆 就是让学生成为学霸的部分 这个部分 所以如果你有需求的话你就点进去看 好那这边都 这个是清单 所以我有做裁切 我把每次的研习我都会裁切 你可以从中间跳着看 你也可以就是从头看到尾 这个部分有讲到那个记忆的策略 就是你要怎么样去 为什么有些老师 南洋街补习班的老师非常厉害 那种王牌 为什么他上课的学生 学生成绩特别好 因为他有一些 记忆的方法 我这里面都有讲 那你 你按此操练 可以成为super老师 在纯学习的部分 再来呢 这个第3 第3这个结合各种理论的新制图应用策略 这个我会结合各种 教学理论 新制图的理论 然后去跟你讲说他跟新制图结合在一起怎么用 比如说 你如果要对某项东西很了解 那我们就会结合那个 5WEH 去做新制图 那比如说我想了解什么叫翻转教育 那我就会针对翻转教育去Google 然后你就要把那个 what什么是翻转教育 how怎么做翻转教育 where 就是各国的翻转跟地点有关系的 就各国的翻转教育有什么不同 之类的 然后 whitch 或者是 who 有哪些人 跟人有关系的 哪些人做的翻转教育 他的 他的重点在哪里 你就可以这样子去研究那个主题 他就会让你把那个 研究的内容 或者写的那份计划 变得很完整 如果你是要用来看待 比如说你要推动 某些事情 推动某些事情 我就会用 我会用那个道德经 老子的道德经用这五个面向 道法素器事 去 假设你是一个行政 你要推动某些事项 某些事情 那怎么样推动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就很容易推成功 你就要由这五个面向去思考 那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五个面向放进心智图 道法素器事 然后道就是 你要推这个东西 他成功的规律 原则 愿景是什么 所以你就要去想这方面的事 只要是朝着这个道走 这个方向走 就一定不会错 只是 看你的方法好或不好 走的 快 比较快或比较慢到达 然后再来你要想那个方法 内容 就是你要到那个目标 有哪些方法有哪些内容是一定要会的 这是法的部分 然后素就是你的战略 就是教材教法 就是你要达到这个目标 我如果是针对学生 针对什么样的学生 我要采取什么样的 方法手段 或者针对家长我要怎么宣导 针对校长我要什么样的说法 这是你的变化的策略手段 或者是教学的教材教法 然后另外我要达到那个目标 有没有什么很好用的 超神的工具 又简单又有效 我如果能够找出这个工具 那我是不是就事半功倍 然后再来就是事 就是 我现在做要推的这个东西 符不符合潮流 如果符合潮流趋势 我就很容易找到钱 找到经费 找到资源 对不对 那如果不符合趋势 那我就要想办法去 创造那个趋势 但这个部分会比较难 除非你是一个 公众人物就比较简单 公众人物比较容易 去利用媒体 或者利用一些演讲什么方式 去创造出那个 那个语论 或者创造那个趋势出来 如果你不是 你就要顺势而为 站在风头上 猪也能飞上天 对不对 所以 针对某些事情 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窍门 那这些窍门 你都可以把它拿来结合新制图的应用 怎么办 优优独播剧的 词曲 刀 是